我是張小康 歡迎你回到中天阿哥的現場 好吧 談到這個監察院今天糾正 這個最高檢察院的這個案子 你又問我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 時機是不宜的 因為這案子辦到 正常辦到這個如火如荼 在這個時候很奇怪 那另外呢就是說 當然了 就是說這兩個檢察官 朱雄翰跟吳文忠 當時去跟陳水扁接觸 這個是不宜的 可是呢 你又問我 我覺得說 他沒有影響到辦案 在辦案的過程中 有沒有袒護陳水扁 我看這個十字面 他們說是要 遊說陳水扁 叫他認罪 叫他兒子回來等等之類 那如果是這樣 我認為如果說動機是這樣 那要看結果如何 這是第二高 第三個就是說 這張相片為什麼跑出來 就是因為他們試圖 想要影響吳文忠跟駐車輛 沒有影響程 所以才放出來 是要害吳文忠跟駐車輛 現在達成目的 那誰高興 就是這麼簡單嘛 我認為 有關監察院 一定要請教沈復雄 他是監察院護院長落選了 那對這個監察法 他是有研究的 所以我就覺得本節目 今天開到監察院 找到沈復雄 絕對是對的 請神道老好再講一講 阿彌陀佛 他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好不好 回到吳淑貞 今天這個有媒體登 吳淑貞還說 他反控金控老闆 暗槓六億 這很奇怪是不是 他的暗槓不是 講法非常怪 不是說 他的暗槓這個我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說 你答應給我三億 我該有的我沒有拿到 對我沒有拿到 他把湯汙 我A來的錢 放在你那裡 我A來放你那裡 你就不給我 你答應給我三億 你現在先給我兩億 另外一億呢 我先托你保管 或是托你匯出去 你現在還沒有給我 這個事情 我原先搞不清楚 現在清楚 我後來又看一週刊 就看陳昭之 今天 今天有那個什麼 TTS問陳昭之 我看了之後 我才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 因為我原先最早知道的是說 陳志忠 為了認罪協商 去承包 叫陳昭之 六億 六億 有六億 他媽媽有長六億 珠寶現金 其中有三億 是放在估重量那裡 後來我了解說 問了估重量 估重量又講沒有 所以跟陳志忠講的 沒有不一致 我就搞不清楚 那倒怎麼會 那陳志忠難道 要去認罪協商 還會講假的嗎 那我現在再看一週刊 一週刊講的是說 這些三億呢 原來是估重量 要給估重量 還沒有給 那陳昭之呢 又去跟估時珍談了以後 出來跟記者講說 估時珍講說 這個錢喔 叫陳志忠去給他講出來 沒關係沒關係 反正那個錢啊 都是他們藍營的 是估家大嫂的錢 不是真正媽媽的錢 是估家大嫂的錢 你就把他講出來沒有關係 那這個喔 我們這樣綜合研判的結果就是 就是襄隆講的 可能估重量答應說 有一筆錢要給 吳淑貞 但是呢 還沒有真正給 而吳淑貞心裡講 後來估計要讓他們覺得 好像 這筆錢好像也不應該給了 或是什麼 大家講好有一件事沒有達成 那不該給了 那吳淑貞講說 你該給了沒有給我啊 那就認知就不一樣了嘛 這種情況下乾脆 陳志忠去講的時候就是 講說 有一筆錢藏在估重量那裡 難怪估重量回來的時候 沒有向特徵組交代這三億嘛 因為估重在估量 估重量的認知裡面 認為我沒有欠吳淑貞三億喔 吳淑貞的認知裡面說 你該給我三億還沒有給 你是在幫我放在日本理財 這就是我的錢 後來吳淑貞認為說 反正我也沒有拿到我口袋裡面 你拿不到 那你陳志忠就把他講出來嘛 講出來讓特徵組去 匯回來指定賬戶 到時不是匯話走 那你就捐出來 所以才可以又可以簽到 邱毅講的說 他吳淑貞利用特徵組去要債嘛 所以這樣子簽才能簽出來一個輪廓 也有這樣的味道 但他到底誰對誰錯 我搞不清楚 但是陳昭珠這個腦筋 我覺得他壞掉了 陳志忠去講是為了認罪協商 為了表示他的誠意 他的版本就是吳淑貞的版本嘛 就是講說有錢藏在估重量那裡 那你現在用吳淑貞跟你講了 你又跑出來跟你講說吳淑貞講的 實際上講的不是這樣 就是說吳淑貞跟特徵組講的是一套版本 跟你陳昭珠講的一套版本 到底哪一套版本是對的呢 不管對錯 吳淑貞都是反覆的人嘛 前途中也是反覆 陳昭珠在這種情況下 怎麼可以跟他認罪協商呢 老大 那個陳昭珠 你說陳昭珠腦圈壞掉了 我想是因為他折售好幾次 給黎登貴前總統 一個人折售那麼多給別人 好像不會好的 但是問題是現在你進一步 澄清豪宜 澄清以後 我們其實還是在搞不太懂 那個吳淑貞的動機 這個你如果說 照你的意思去想的話 吳淑貞這些家子是很幼稚的 真的是很幼稚 難道是為了美化帳面嗎 就是說讓陳昭珠 拿去給曾主持的時候說 這麼一大筆 有六億 但是把人家沒給的 也都算在裡頭 好 那這個就很幼稚了 你不否認吧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話 我們當陳昭珠第四認罪的時候 說六億還含珠寶 真的那麼少嗎 但是現在如果真相 游如同 游如同講的話 那大家不是更失望的嗎 那六億元都是假賬嘛 對不對 那真的很糟糕 那沒多少錢 那陳昭珠沒有多少錢 可以繳回來 這六億是怎麼來的 說中信金插旗兆風金 估增量給六億四 然後三億還沒給 所以三億你幫我在日本 我以為給 還沒給 放在那 然後鄭森池賣陳青湖大樓 給多賣 說要給 兩億 對 也沒給 這個寄放鄭森池兩億元 委託估重量在日本處理三億元 對不對 然後元大馬家呢 給三億還欠一億 因為只給了兩億 所以沒給足 那我不知道像這種錢 鄉總這個還要給嗎 他這個會到時候跟元大馬家說 你大概三億來來來來 充公 然後那個鄭森池賣陳青湖 你從來自己就算了這樣 他們的思維是非常 非常神奇的思維 就是說你會覺得他的那個思考 如果說 如果證證有詞的講 你會覺得他完全 完全都沒有就是說 就拿這筆錢 是一種犯罪行為的感覺 就是好像 好像一個銀行拍賣不良債 債權給這個 給特徵組說 那你既然拿到我的不良債權 你就盡量去討債好了 討得回來通通算算你的 可是問題真的是貪污所得啊 就是說 他把這種貪污未遂的部分 都認為呢 本這個財產是歸他的 那這些都是沒有兌現的部分 你等於說是記載帳象 是一個虛擬的不法所得 今天既然拿一個虛擬的不法所得 那他其實他可以 大家可以開開更多一點 其實還有誰誰誰說 承諾要給我多少多少 下次看你 對你從經驗法則上面來講 這些規則的對價關係 你譬如說這個陳慶福的購地案好了 或者說是在忠慶金插旗的這個案子好了 這都是2004年2005年間的事情 他阿頂子的構成來說 親家都不夠 黑湯敲刀鬧 可能說拖那 拖那而已 你錢都還沒給他拖刀 這個時候時隔這麼多年之後呢 突然間出來咬出 他當年要承諾給我的沒沒給我 所以這個也算是就是說 應該算我的錢 然後你特徵組去追 追回來之後呢 反正呢 將來看看怎麼樣去處理 你要捐都無所謂 就抓好把人死了 這個這些人裡面 只有對一個人來講 我覺得是有實質殺傷力的 就是鄭申池 就是因為鄭申池那個呢 那個涉及到 涉及到那棟大樓 在整個就插旗兆風金的過程當中 那以議價的方式啊 就是說讓中信金吞下去 吞下去之後呢 多出來的這些錢 看起來原來鄭申池 跟吳淑貞之間呢 是有默契的 他暗示的就是說呢 吳淑貞鄭申池呢 其實是聯手在這棟房子上面來講呢 去A了 就是說在中信金 那鄭申池呢 等於說吳淑貞這句話 如果屬實的話 等於咬死了你鄭申池嘛 在中間確實有不法利益嘛 確實有不法的角色 真正傷到是他部分啦 你說至於說對馬家也好 對孤中 孤中當然會說 他哪有三億才有這裡 那我為什麼要給人家三億 所以今天當聽吳淑貞 或者跟陳昭之間這樣講的時候 我覺得陳昭就是不小心講了真話啦 反而是吳淑貞 會拿這個東西 當陳昭中認罪協商的工具 你把柯淑貞當白痴嗎 鄉我請教你 如果吳淑貞的價值觀念 已經混淆到這種程度說 到底這個錢髒不髒啊 他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可以據此 左檢其刑啊 陳昭大講太多了 你這個精神有問題 對啊 精神有問題 我覺得不是吳淑貞要要求簡協 而是陳昭中的認罪協商 是不是應該繼續下去 我覺得從今天這樣那個東西 如果說這個陳昭就講的是事實 吳淑貞講這個版本才是真的 而不是陳昭中去跟特政組講的說 誒我們來協商 我要多告訴你 我們還有六億元 這可能不法 你去查查看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說法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是真的話 那我覺得特政組從現在開始 就是拒絕進行認罪協商 當然啊 為什麼要進行認罪協商 你不是拿來呼嚨我的嗎 而且在舊訓吳淑貞之前 傳承招之 應該 傳來不清楚啊 對 因為我覺得這叫惡劣 我覺得比較幼稚 那叫惡劣 我已經 我已經講的是就算是幻想就好 你的也是我的 你說的就算是我的了 那我照理來講 我還去問問看 郭忠亮的財產 我整個都說是我的 都說你知道給我的 沒有這回事嘛 那當然啦 他就把大家講出一個 比較合理的數據 讓大家覺得可以去相信喔 所以我覺得 一方面來講是惡劣 就是你把這個東西 根本不存在的 拿來讓這個 陳之中到個伴手禮 拿去送給特政組 他還以為說 真的還給我告訴我更多的 整個社會有人也以為說 欸 陳之中 不錯喔 除了7億之外 還講了7.4億喔 還多講了6億喔 原來是要從人家家裡面 挖錢出來 這太誇張了 另外一個我覺得 我要報復的嫌疑 因為你去看 那麼多的金控公司 我想承諾要給他的錢的 可能不只這三家 那時候他只講這三家 因為這三家 是在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一個一個 當作屋頂就能咬他的人 元大馬家 菇重量跟鄭勝池 鄭勝池說 我等這天等好久好久 沒有這麼講 他這樣子 他有這樣的講嗎 沒有沒有 他沒有這樣的講嗎 沒有沒有 後來成親了 真的啊 他沒有 好像總之 總之他咬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總之講這三家 我就是在報復 而且可能警告其他人啦 對 下面還有特政組 又不是呆子 陳寧男一再強調 他的真理到底是怎麼樣 陳之中他在認罪協商 到底有沒有真理 講的是不是實在 要查嘛 就是吳俊貞昨天出題的話 讓我覺得 他們其實是沒有誠意的 保夫 保子 保錢 三保 對不對 出賣朋友 弄了半天以後 踩在朋友身上 那你哪有什麼誠意的 你根本沒有 真 沒有這個誠意善意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還去協商什麼東西呢 所以我認為其實 可以不必協商 扯來扯去沒什麼意思 可是我也不以人肺炎 就是說 吳俊貞 他腦筋也沒有 應該沒有壞到這種地步了 就是說 到底是 他虛擬想像中的 你欠我錢 還是 真的人家錢給了 他說沒關係這個錢 他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錢太多了 他那個地方沒有地方放了嘛 好 這個就放你這裡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也是有這個事實喔 不能說因為他這個案子 大家就把他黑吃黑 就沒有這個事實了 這不一定 我不相信啦 還難講 我認為 就見了 你不用以真正史為例好了嘛 是陳水扁壓迫 人家多出幾億人買了這個樓嘛 那個錢本來就不是真正史 當然是陳水扁的嘛 對不對 那當然是放在你那邊嘛 而且你們搞銀行 你們處理比較方便嘛 因為吳俊貞已經錢多到 他不知道怎麼弄啦 他怎麼弄那些錢呢 那如果真的是 本來應該是要給吳俊貞 結果這些人黑吃黑黑掉了 我覺得喔 你今天一位去罵吳俊貞 犯罪是一回事啦 那當然這個中間也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 中信金插幾兆奉金 顧俊貞給六點四億 鄭森子賣陳情無道德給兩億 元大和平付花金 馬價給三億 他之前就是匯款了 這什麼事情錢 這叫對價 這叫對價 每個都有一個目的 每個都有一個對價 不合理不合理 因為我為什麼覺得說吳俊貞 吳俊貞今天的這段的講話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段這段的講話其實證明就是說 陳志忠的認罪協商 其實根本就不用理會 就他剛認罪協商所提出來的這些數字 讓大家眼睛一亮 覺得好像呢 好像確實提供了一些新案情 好像有些誠意 搞了半天呢 這基本上都是空中樓格 是不是買空賣空的一張空頭支票而已 這張支票根本就是空的 自己填了一個六億的數字在裡面而已 那你說你說從一般的人情之常來講 今天呢如果說我跟你所會你承諾給我的 以當時吳俊貞仍然在海外 不斷的在洗錢的情況來講 他怎麼錢沒有地方去呢 你錢就匯進過戶頭裡面啊 顧重量並不是沒有 沒有把錢匯進過他的戶頭的經驗啊 那顧重這個顧重銀甚至有 有幫他把錢匯到海外裡的經驗 都是在吳俊貞所能夠掌控的戶頭之下 吳俊貞過去的操作的經驗 為什麼也咬死他 就是因為他把所有收匯的錢 全部都是在他自己能夠掌控的範圍之內去清洗的 他怎麼可能交給一個 給他匯款的人 然後完全沒有經過過水的過程 再交還給這顧重量去處理 這不合理的 我相信這點齁 是我懷疑的地方 就是說他們 都的錢只有這麼少嗎 這是我一直懷疑的 他一定有很多錢放在 不適用他們名字的地方 這個可能就是其中一例 他現在是因為 倒楣被抓了 甚至被關起來 沒有的話搞不好那些人 人家他還有錢去支持民進黨的立委 支持民進黨 搞不好加上還要選民進黨的黨主席 你這個人感覺說話不算話嗎 否則他做這麼久 怎麼可能只拿這幾大錢 怎麼只拿什麼南港展覽館 什麼龍潭垢地啊 這是小case 他其他錢還有什麼 這我一直在想的問題 我現在有點覺得說 搞不好把30個人 300人他錢都這樣 白白白白白 他難講啊 從大學修家咬回來 可惡 是